好,這邊呢,新增一個調整圖層 調整圖層做出來以後呢,我一樣就隨便拉一個遮罩 這是戒最前面,所以沒東西 套一個效果,比如說套這個Hue and Saturation 好了,Hue and Saturation 一樣在Color Correction下面,這不重要,隨便套了 只是給你看一下顏色變的嘛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圖層呢,我現在開始複製 複製的快速鍵是Ctrl D 這個其實應該要背起來 應該要背起來的 Duplicate應該要背起來 複製效果,複製圖層 所以你應該要記Ctrl D就好 Ctrl D是什麼? Duplicate 跟Maya一樣嘛,對不對,所以要記起來 好,那這邊你看,我現在呢,這個複製出來的圖層 我這樣拉,你有沒有發現還是一樣的範圍會受影響 有沒有看到,我再拉一個 有沒有,所以你看這個調整圖層我現在調位置 我往下拉一點 有沒有發現它就是只會影響到它下面的那個圖層 有沒有,所以它最下面就都沒有影響 你可以往上移,往上移,往上移 然後這邊呢,順便講一下這個快速鍵 附屬應用程式的記事本 這邊要記的是Ctrl 加上刮補,這個其實跟Photoshop一樣 好,這個可以幹嘛呢? 我先操作一下給你看 Ctrl加刮弧可以幹嘛? 我現在點選調整圖層 按這個Ctrl加刮弧 往下一層,往上一層 了解嗎?Ctrl加Shift加刮弧 就是最下層跟最上層 就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其實要記哦 因為這是常用 非常常用 那有一個時間點就非用不可 就是當你的電腦已經快當機了 跑不動 比如說你現在電腦根本就不適合跑了 一個很大的專案 結果它已經整個卡住了 你用手 用滑鼠拖拉那個圖層 它會 會 跑到不知道哪裡去 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快速鍵 這種就必須的使用時機 不過一般來講 我覺得你們應該不太會遇到 因為現在的電腦做學校的作業 應該都沒有問題 好,再來 剛剛講到Toggle Switch 我們回來 這個也講了 現在就要講3D圖層 OK,來看好3D圖層 這個調整圖層 先不要轉3D圖層 下面三個圖層 把它亂轉 轉3D圖層 隨便你選什麼把它轉3D圖層 轉了以後 這邊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裡有一個Custom View 有沒有 在上次有講過嗎 2 有沒有 3 有沒有可以切到這種 所謂的3D視角 然後上次是不是有講過 用這個工具可以幹嘛 有印象嗎 左鍵是旋轉 右鍵是拉近拉遠 中鍵是平移 完全跟Mile差不多 只差沒有Alt鍵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可以選到圖層 切到移動工具 注意看一下 你可以3D圖層 就變得有前後順序 所以它是不是在Transform裡面 它會有 有沒有Position的這個 有X跟Y跟Z 有沒有XYZ 有沒有 Anchor Point也有XYZ 然後Rotation也有XYZ 所以你可以自己試著 比如說 有沒有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是3D圖層 OK嗎 OK 好 好 3D圖層完了以後呢 好像3D圖層 就應該晚一點 跟3D圖層有關的 第一個來打個燈吧 所以這邊呢 New一個Light 好了 可以嗎 Light 然後這邊那個Light其實也很好記 你看Ctrl-Alt-Shift加L是什麼 Light Ctrl-Alt-Shift加C是Camera Ctrl-Alt-Shift加Y是NoObject NoObject是控制器 這意思 所以這個大家都會常用啦 但你要不要自己自己決定 沒有關係 這個我覺得就是 剛開始你可能會比較 不想玩的東西 但是不想記的東西 但後來你會發現 其實做AfterEphase的時候 還蠻重要的 快速鍵是這樣 就是你在用任何軟體的時候 應該要把它整理在一張紙上 然後當你真的需要靠它來做事情的時候 靠這個軟體做事情的時候 那張快速鍵的紙應該拿起來看一下 看個三分鐘 其實你速度就會快很多 平常如果不想背的話 我覺得是這樣 好 這邊呢現在燈光有好幾種 所以現在呢 我們先看這個最簡單的 打一個點光源就好 Point Light 所以呢 你看這邊就有一個Point Light 我先把這個關掉 你看 所以這邊你可以拖拉 切到這個選取工具 拖拉調整一下這個點光源 因為點光源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點光源好了 好 這邊呢就切回CAMERA 快速鍵C 你可以這樣動一下 OK嗎 然後這個燈光呢 它會有一些attribute 快速點兩下 燈光的圖層 快速點兩下 展開來也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展開來裡面也有這些樹形 只是點兩下好像 這比較好看 我覺得 那你可以調燈光的顏色 對不對 然後你燈光的亮度 還有燈光要不要衰減 燈光隨距離的衰減 有Smooth 那Smooth調了以後 這就太慘了 OK 然後另外一個是 Invert Square Clamp 這個跟真實世界一樣的 Invert Square Clamp 就是亮度隨距離平方衰減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Radius 跟Cast Shadow 這個Radius跟這個Cast Shadow 其實它是有一個 特殊的一個用法 Radius跟Fall of Distance 我要怎麼講呢 第一個你看 當我選Smooth跟Invert Square Clamp 的時候 小畫家好了 這是我們的燈光 OK 然後呢 這個是Radius 這邊是Radius 我寫一個R好了 不然我再寫R去會瘋掉 Radius 然後再來這裡有一個Fall of 這什麼意思呢 光源在這裡 Radius半徑之內的亮度 就是恆定亮度 所以在這個半徑 在609之間的亮度全都是178 懂我意思嗎 然後它衰減 它距離到什麼地方的時候 才會衰減為0 1703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懂嗎 懂嗎 OK好 所以Smooth其實也蠻好用的 只是你可能要調一下 對吧 然後還有一個是Radius 那光線有衰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衰減其實感覺就很假 所以這邊 Cast the shadow是什麼 產生影子 產生影子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勾了Cast the shadow以後 塗層間還是沒有影子 有沒有發現 那怎麼辦呢 這個軟體設計的很奇怪 燈光勾了有影子以後呢 產生影子的塗層也要勾產生影子 很囉嗦 所以我們現在看啊 我現在把這個圖層拉到最上面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一下快速鍵 這個啊 每一個圖層裡面呢都會有一個 我先全部說一下 這個圖層啊 你看 它會有一個Material option Material option 有沒有看到 Material option裡面的是不是有個Cast the shadow 有沒有看到 Material option裡面有個Cast the shadow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邊是不是有個Material option Cast the shadow 可以嗎 所以這要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呢 我們再看 果然影子已經 把整個最後面那個圖層給擋住了 呃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調一下這個燈光的位置啊 Lights 這樣比較看得出來吧 好 好 那你看呢 我現在在做一些調整 燈光 它的Shadow 不透明度 這樣一下 有沒有 Shadow darkness 這樣一下 然後這個燈 這個影子啊 的不透明度調整以後 影子是不是要羽化 有沒有Faller可以調 OK嗎 這樣懂嗎 一個是影子的不透明度 一個是影子羽化的程度 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有幾個地方要注意哦 要有影子的話怎麼辦 第一個燈光裡面的Cast the shadow要勾 第二個 圖層裡面的 Material option裡面的Cast the shadow要勾 OK嗎 可以齁 Cast the shadow要勾 好 那就先這樣好了 我講的已經講的有點多了 我覺得 對啊 好 好 乾燥 有 有 有 那個 有 有